好了 鄉親 如果繼續來對中的是 台中七一個議員 一家小子四的人 當期吃中藥中毒的事件 台中七衛生局第二次的 猜驗的結果出來 確定就是嚴重毒 但是這就奇怪了 台中這個中醫書 經所這個嚴重 理性病 信任說 有你的中藥分子裡面來參註者 照理說 如果是參註者 也是追嚴重毒 怎麼會變成嚴重毒呢 這個醫長現在是懷疑說 有像誤和煙丹 當作是注射 賣給他 所以他才用不到藥 重點是這個煙丹跟注射 都是金藥 而且兩種藥的色水也不一樣 那真的是有像賣不到藥 這個講法 檢察官 要再進一步調查 我裡面加了一個有水銀的注射 現在已經進入疏法調查 路細民說有可能是有像賣不到藥 兩種藥真的有騙你信 煙丹和注射放在一起比一下 煙丹是鑑色的 注射是紅色 煙丹的新聞是煙 流風還有撲銷 注射裡面是有水銀 兩種藥用都不一樣 但是都是金藥 不管是射菜還是工藥 也都不一樣 但是兩種一樣都不味道 我不敢說完全沒有微量的鉛 它也是有可能就對了 也是有可能 礦物類的生涯 紅水紅色的 不只是這些 像還有含鐵礦的帶紙石 這個也是 有書說如果如果是不小心接到煙丹 可能的地數萬性重毒 自小水銀可能也會引起 急性重毒 到底議員整個火 還有其他讓更小的看見的民眾 他們家的主費猶豬是什麼 另外 尤其不小心跟煙丹當作是主費 這到底是真的 都要再調查